北戴河會議 據路透社報導 原定8月15號舉行的 對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執行情況評估的視頻會議 因日程安排問題被推遲 這次視頻會議是由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財政部長姆努欽和中共副總理劉鶴在半年前就定下的 一位熟悉會談的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 會議推遲是因為中共高層的北戴河會議還在繼續開 該人士還透露 新的評估日期也沒有敲定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美中推遲評估會議 是因為美方對中方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力度不夠 所發出的一個警告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謝田也表示 美中會議推遲的原因並不是中共的北戴河會議 而是因為中共對貿易協定的執行不利 雙方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 根據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2020年中國應該比2017年增加採購77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 2021年比2017年多採購1230億美元 儘管中方近期增加了對大豆、玉米等美國農產品的購買力度 特別是最近連續第八天大量採購美國大豆 僅8月14號一天就採購了12.6萬噸 但路透社發現 今年中國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低於2017年的水準 距離實現2020年採購365億美元產品 實現50%增長的目標還很遠 協議中商定的253億美元的燈原產品 也只採購了5% 唐靖遠認為 中方突然加速購買農產品 明顯是中共想彌補貿易執行情況 因為從它內部看 中共需要美國農產品為出現糧食危機做準備 另一方面 在目前美中全面脫鉤的大背景下 貿易協議已經成為雙方唯一的聯繫 中共也不想徹底搞砸這個協議 斷絕和美國的經貿關係 繼續走向對立和脫鉤 這個大趨勢它是不會變的 現在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對抗 它已經在事實上蔓延到了幾乎所有的領域 就是無論政治、經濟、軍事還是科技等等 幾乎所有領域都已經開始了 全面的鋪開了這種對抗 唐靖遠認為 美中意識形態的對立 是引發美中全面對抗、全面脫鉤的主因 單純的貿易協議 根本無法涵蓋美中之間的這種根本對立 最近 美國針對中共推出了多個法案 和一系列打擊動作 如對在新疆、香港侵犯人權的高官 進行個人制裁 準備對不符合規定的中國公司從股市摘牌 除了繼續對華為、中興等公司制裁外 又對盜取用戶信息的微信、抖音進行限制 還準備取消阿里巴巴在美國的運營等 也會達成 對他不太抱有希望 甚至他自己說呢 對習近平個人的談也沒興趣去見 也沒有興趣去談 實際上對中共已經徹底的絕望 徹底的認識清楚 謝田表示 中共隱瞞疫情造成的武漢病毒禍害美國 還有他對香港問題的處理 再加上美國大選的臨近 美中貿易問題已經降到了第二位 所以 美國哪一天通知 再把對中國的關稅加回去是大概率的事件